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华的地產經紀 前三條片都跟大家分享了Richmond 我們現在轉一個地方 我們今天來到跟Richmond是一條之隔的溫哥华西區 按Kanby酒廊 外面是Kanby 跟大家分享二手樓的Listings 我們即將會掛牌的一房單位 稍後會跟樓上看看 來到這裡跟大家分享最近市場 好像比起剛才12月1月頭 稍為活躍多一點 起碼會見到屋主願意掛牌 尤其多了買家出來買樓 這是我身邊發生的情況 而且最近都很巧地發現 不少人都在找在西區的部份 而且不約而同的情況都很相似 爸爸媽媽可能五十多歲 準備好幫助兒女讀UBC 可能在UBC回到1、2年 然後想找一個單位住 最好近一些西區 又要計劃將來 兒子可能喜歡留在溫哥华 可能上班有機會在Bernaby 或在西區 或者在Downtown 想找個中心的地方 方便現在上學 又方便將來上班 大家也在Camby走廊 或者Metrotown Brandwood 我們今天先來看看 Camby走廊有沒有優點 或者我們說說今天這座建築 這座建築在Camby上算是中性型屋苑 它總共有三個建築 全部都是石屎樓 它叫做Empire at QE Park 旁邊就是QE Park 所以它這樣命名 這三座建築都是低樓的石屋 在Camby走廊上可以建築高樓 其實不多 一個是Marine Gateway那邊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Camby Garden 以及Oakridge 然後大部分都是低樓的 我們之前分享比較多的 都是QE Park的樓花 例如Parklingara、Alena等都還未建好 都好像未跟大家看過 一個實際建好了現樓 又可以看到公園的單位和建築是怎樣的 我們稍後上去就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即將上盤的單位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裡面是怎樣的 屋主住怎樣和結構價格是怎樣的 它是一個一房單位 屬於比較大Size 接近600呎 實際是593呎 它有一個自己的睡房 還有一個Bang 像書房一樣的 亦是一個很省位的職 門口就在這邊 門口直進來 其實已經有一條細細的走廊 旁邊都是不同的房間 已經可以去到廚房 然後客廳 我從這個方向 我一直看進來 因為這個單位其實是向東南 所以陽光都比較充足很光猛 而且我們是在Camby的旁邊 我們是Camby 30階 在這個位置 面前前已經是QE Park 已經有幾個人走過馬路 已經可以去到QE Park Camby的大街 上到30階開始 已經不是直 所以它有斜度向北斜 所以我們單位這一座 不是正東正南 又是東南 變成早上 早中午的陽光比較好 但去到下午西斜就沒有了 而且這個建築是有冷暖氣的 冷暖氣和氣氧的使用 都會包在Stratafee裡面 我們剛才特色介紹了 這個單位的景觀 現在跟大家看看 它的單位內部是怎樣 進來 我覺得第一個比較有特色 以及現在的一房 越來越難找到的 它有比較大的廚房 加上儲物空間 就是它有一個U-shape的廚房 這邊是儲物空間 之餘 它還未完的廚房 還有一個廚房 放電器和儲物空間 所以變成完全沒有浪費 這個是雪櫃 一房來說 裡面的東西不同 因為人還住 MILLA的大雪櫃 一房單位 也陪了30吋的雪櫃 下面兩格櫃桶是冰櫃 然後這裡是微波爐 剛剛好 是最完美的尺寸 無論你洗或用都方便 然後下面就是焗爐 焗爐的牌子都是MILLA 放在這裡 焗爐是24吋 上面這些都是儲物空間 而且它其實有一個深度 因為這些電器都有一個 整體的寬度 所以這些櫃裡面的面積都挺深的 除了這裡的櫃之外 還有下面的櫃桶 還有這個整個都是 這個拉出來的 這個可以自己控制 現在屋主沒有安裝很多甲板 它自己安裝了櫃 如果你想的話 可以做不同的板 就可以有很多儲物空間 然後這個只是三分之一個廚房 這裡是U-shape 上面這些都是儲物空間 又因為屋主還在這裡住 住得很綺麗 我進來看下去 我還以為是示範單位 因為我第一次屋主跟我聯絡 想放盤的時候 因為他們跟我聯絡的時候 我第一句都會問 你家的情況是怎樣 我會給一些提示 我們如果可以分享到你的影片 最好當然桌面少一點 乾淨一點 她都說可以的 我心想可以 原來上來很少東西 很乾淨 我們剛剛說起儲物空間 這裡兩邊可以開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都是一些大的儲物空間 到頂櫃 然後到下面也是 所以大家如果住這類型的單位 就不用擔心東西放不完 這裡就充油煙機 然後下面就是四個gas爐頭 它是分得比較開的 三十吋mila gas爐頭 因為剛才焗爐放在旁邊 所以它下面還有大櫃桶 可以放到煲碟碟蓋 總共我們看到六格 這個特別長 這個很甜 這個是打開的轉角位空間 然後來到這邊 剛剛看了 下面這個Sink 就是Double Sink 兩個星盤 應該沒有Galberator 下面就是垃圾桶的空間 然後洗碗碟機就是這裡 洗碗碟機也是Mila 台面的話 它現在用了基本上是白色的 帶一點淺灰紋的台面 它的材料是石櫻 有少許水 一小折 下面就配合和櫃面顏色一樣的 普通的木板 廚房就是這樣 廚房煮菜 繼續看Huilly Park 這個海岸位 現在放了兩張Bastro 我想你比較迫 放多一張三張都可以吃到飯 我猜它們應該大部分都是在這裡吃飯 就因為它們沒有再特意去擺一個餐桌 大家看到上面它放了三支射燈的位置 其實是發展商當初預留給大家可以在這裡擺 四個人或者六個人的餐桌 然後這邊的電視 在這裡可以擺L-shaped沙發 外面就是風景前面露台 現在因為它們沒有了餐桌空間 大家可能會覺得特別闊 廳在中間 電視牆壁 這棟電視牆 夠放了80吋電視 然後這裡還可以擺多個書桌 現在屋主就是這樣佈局的 全屋都是Lamonade地板 到這邊就有個露台 連露台都很乾淨 可以很安心擺出去 來到露台空間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到了 這裡是東南方 對面已經全部都是樹 Camby算是大街的 出來就已經會聽到車聲 好處就是在屋裡 因為是雙層 它是雙層還是三層玻璃 它是雙層玻璃 所以我們其實在室內 不會太被這些車聲所困擾到 是聽到很少聲 但對我來說起碼未造成滋擾 但出來後聲音就會明顯很多 尤其是兩邊車開的時候 Camby也是屬於比較闊的馬路 它跟屋街不同 聲量我覺得會稍微小一點 原因是因為它比較闊 我們是二樓 我們前面有行人道 還有草坪 三條行車線 有一條其實是泊車的 其實Camby上面向南位 我跟機仔的車 一直到後面都可以泊車 所以這條路基本上不是很開車 前面都有車在泊 有兩條行車線 然後中間有一個很大的草坪 遠一點再是三條行車線 然後對面是QE Park 除了多一點聲音之外 就很有屬性 沒有人可以看進你的單位 我們看完飯店之後 我們就進去看看主人房 現在主人房是上工裏 原廠配給你的地毯 它算都用得乾淨 還未出現地毯 主人房看完前的露台 然后是QE Park的风景 这一样有垢电视墙 可以挂东西或者放电视 现在它的尺寸 这里可以关门 它的尺寸可以放到Queen Size床 它没有放床头柜 它直接放到书桌 所以我估计如果大家想放King Size 两个小床头柜 应该都可以 现在这个是Queen 经过这条走廊 这里两边是衣柜 它都挺整齐 但可以告诉大家 它基本上是一个垢 下面的櫃是它自己安装的 两边的床 然后这个Cheater bathroom 是一个两边通的洗手间 主人房可以有一个门可以进来 然后这边还有多道门 是可以出去刚刚门口走廊存放位 洗手间就是Free Piece 看到我的特色 洗手间的也有Waterfall 这个比较少见 它这边是Quartz 上面是镜子 这里还有一条很粗的Waterfall 外面是紫音红 到顶的镜子 然后这里有两格柜桶 可以储物 下面那一格大一点 然后这个是座廁 然后是浴缸加浴缸 浴缸是一个可以拿来调节高低的那只 不是在上面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幅顶 让整个厕所似乎是有点设计的 就是不是那么平淡 全部都是白色砖 当然了 这一只 很尖的 就像是1.4.4.4.3 这个厕所裁砖 大家清洁可能要累费多点点净 目前的覆測都可以 挺帥的一幅墙 这边的地板线线一直上到这里 再配上白色的墙砖 门口出来之后 两边都有东西 你先出来先关门 出来后 这边已经放门入屋了 我们关门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个角落位是完全用光的空间 这里有门可以看到洗手机 它现在是Corno Size Bloomberg 搭起色的干衣机洗衣机 房间的尺寸 如果将来大家觉得这些不够的尺寸 想换一些大的Samsung 高度、阔度都会够的 深度都够的 然后这边有个小门 就是Entry Closet 即是进来的门口的时候 你可以放一些衣服 或者放一些吸塵机、鞋 然后已经看到厨房在里面 最后一个座位就是钉 这个钉应该放不到床 但是都可以做到书房 现在屋主就当它是Storage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阔度、深度 这些是空气循环的机 就是原装发展商跟机在这里有的 大家继续不要弄到它 室内的面积就是593尺 一房一书房 然后这个单位的楼下 在P1P2那里 还有一个车位 车位是普通的尺寸 而且靠一边是长的 所以只有一边旁边才有车 另外也有一个特大的Storage Locker 即是比别人普通的4.6尺 它再多了一点点 我们现在的挂牌价是77.9万元 管理费一个月是417元 包含了电池、煮食、整屋的冷暖气 还有热水和会所的使用 这座大厦就因为现在我们是讲的 CAMMY上面这些矮层 不过是确设计的 即是石屎楼 它就不会太多会所 主要是一个三楼的花园 有个健康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在未来2月18、19日 我们会做Open House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看 我们现在的位置 就是CAMMY 加30階 这里属于CAMMY的左手边 即CAMMY向西 还有一些建築 然后CAMMY向东 已经是一个很大范围的伊利沙巴公园 这个公园可以驾驶 也可以在里面散步 也是当初政府规划CAMMY走廊 开始这十年五年以来 大家都争相 最好在这些位置可以起到楼 因为景观会很漂亮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我想大约半年至一年之前 都跟大家分享过 有一个Time House Project 就是GRACE 其实就是里面的工地 当初跟大家说过 GRACE前面还隔着一两座建築 接着就是QE Park 其实就是这个位置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想 扔二百多万去买一个Time House 带着个小朋友 或者在这里读书 刚刚毕业 住住先的一房单位 其实都很适合的 我们今次的单位 八十万不到 差了几万 你已经可以买到一个 接近六百尺左右的单位 有了车位 在Locker 一个人住 或者结合两个人住 都够的 也有一个钉 小朋友出生了 都叫做有地方住 我们现在一路走是向北 后面是向南 这一条是Camby 我们刚刚说的 Empire at the Park 这个公园 它有三座楼 然后我们刚刚就是最近30階 这个是Building B 门牌号码是505W30 来到这里就会是Building A 它是比较小座的 然后再前面就是Building C 差不多整个Block 都是这个屋苑 大家看到它的建筑风格 都很类似的 这是另一个门牌号码 它们中间也有一些中庭位 后一排有几间几间的Town House 大家都看到Strada Management 现在都是有人在做园艺 清洁一些树叶 准备春天种植一些东西 种植都可以的 然后这里一路继续向北走 大约是8分钟左右 其实就已经去到King Edwood 那个Sky Train站 如果大家是要回UBC上学的 在King Edwood 那个Sky Train站 那里也有个巴士 就直接可以搭去UBC 所以大家如果是走路的话 就是8分钟左右就可以上学 如果去Downtown 又好或者去Richmond的话 有个Sky Train站都可以搞定 它那边也有巴士 是可以去Brandwood那边 所以相对来说 地理位置 如果大家不开车的话 都比较方便 也是整个Camby Camby的发展都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所以这边大家看到 它大部分都是新楼 我们刚刚有30街 现在走到这里 都会看到新建设 所以整个社区 就算是陆化 和街道的规划 都做得比较完善 不会走走走走有些很差 或者是担心治安问题 因为最多家长 就是家长类 担心自己的子女 还读过UBC18、20 会不会晚上乘巴士走回家 不够安全呢 我们现在so far 看到整体来说 都算是设计得比较好的社区 一直沿着这条 有很多树的路 一直向前走 就已经是King Egg了 如果大家想买菜方便的话 去哪里是最好的呢 现在暂时就要等一等 因为Oakridge仍在建设 如果我们不是向北走 而是向南走 多久一点 因为这一栋楼 是比较近King Eggwood 如果向南走路 就可能较近十多分钟 或者如果你在King Eggwood 乘搭一站Skytrain 到Oakridge 2024年之后 摩托起好 你就会有数字不尽的 食物、玩、Shopping、Supermarket等等的设施 好了 我们今天在QE Park附近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好 这样好不好 我想一下 我怎么编排 整个街区这样说 这个应该放在后面 哦 哦 好 好了 我们现在就上到这个 这个会 嘟嘟嘟 什么 嘟嘟嘟 B 是谁 对啊 漏了一说 我们将来回香港 这个标题是Carrie与机仔要回香港 叫人不要挂牌 快去找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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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